大家好,欢迎收看秀手房关心仙事 提到大象,很多人想起都是它的长长的鼻子 大象时宜兽和真幼都是自然界中鼻子较长的生物 由于自身器官多余体型成正比 所以大象的鼻子是目前已知动物中最长的 但是眼前的这头大象鼻子被一颗铁钉卡住 这个时候的大象看上去很无助 隐隐一息的躺在那里,让众人很心疼 大象还要依靠鼻子来摄取食物、泥水等 如果再不及时救助,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接下来的画面让人很感动 动物救援及时地发现了它 最后还一起合力帮助大象拿出钉子 在一切就绪之后,它们还不忘给大象注射营养针 救助人员担心大象会害怕人类伤害它 救援组员是驱车移开远关,大象站起来 过了一块,大象似乎清醒地过来 然后一跃而起,还动了动鼻子 这样子似乎是在告诉帮助它的人们 它已经没事了 这样的一幕再次让人感动 还有下面这只大象也是如此 被铁链锁住了象腿,没有办法动弹 无良商人靠这个方法吸引游客,让大象给自己赚钱 而可怜的大象却只能吸取周围的垃圾为食 等到救援人员发现它并救助它时 大象已经虚弱无力地躺在地上 看起来让人很心疼 当人们成功解救后,大象的眼角都湿润了 人类随意乱针的垃圾会导致大象受到伤害 人类的无理要求更会要了它们的命 动物和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股保护它们 保护人类生存的地球 为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